中央社华盛顿东京29日综合外电报导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 华府将会因应北韩问题 对付平壤的方式不会改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集会 安倍与川普已进行电话会谈 美国五角大厦指出 北韩在当地时间29日凌晨似乎发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ICBM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内 法新社报道 安倍指出 北韩此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暴行 他对记者说 日本已经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绝不向任何挑衅举措屈服 我们将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 国际社会必须一致的全面落实制裁 他并提到 日本完全追踪到这枚飞弹 日本放送协会NHK 报道 外务大臣和野太郎表示 北韩发射飞弹后 安倍与川普已在日本时间上午六时三十分左右开始进行电话会谈 路透社报道 川普已经升高对北韩的制裁 并施压中国大陆 要求做出更大的努力 来约束平壤的弹道飞弹和和无野心 一周前将平壤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并寄出新制裁措施的川普指出 北韩再度发射飞但没有改变他所说非常严厉的美国因应做法 在白宫接待共和党国会领袖期间 川普告诉记者 我只会告诉各位 我们会因应此事 我们会处理这种情况 也出席白宫这项会 Uber国防部长马提斯 James Mattis 指出 这枚洲际弹道飞弹比北韩截至目前为止 任何一次试射采取更高的角度发射 他认为还在研发的过程中 马提斯说 这枚飞弹确实比他们先前任何一次试射飞得更高 他提到 南韩也发射数枚飞弹爆腹 像平壤展现首尔不会因为北韩词聚而惊慌失措 译者 中央社和宏如 106129北韩社弹道飞弹 安倍川普热线强化施压 中央社记者黄明喜东 今29日专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上午跟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约20分钟电话会谈 双方对强化施压北韩 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密合作达成 1 致看法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宣布 北韩于凌晨30多左右 从西部平安南到平城附近朝日本海发射一枚弹道飞弹高度约达4500公里 飞行距离960公里 韩美军方正在收集详细情报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表示 安倍晋三认为 北韩再度清楚展现持续固执的进行核试验及弹道飞弹研发 飞弹高度已超过目前最高的4000公里 并飞行了约50分钟 应该是洲际弹道飞弹 ICBM机的射程 安倍晋三说 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威胁日美双方安全的弹道飞弹试射 日美 日美韩音团结 因应安倍晋三在电话中也 对川普月初访问日本及亚洲各国表示正面评价 对北韩问题让各国都能理解日美看法 对未来因应相当有益 美国再度指定北韩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是一鸣的决断 是今后对北韩持续强化压力重要的一步 川普对北韩试射弹道飞弹表达强烈 在游律说有必要更进一步强化 施压106万1129延伸越独北韩设弹道飞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延伸越独北韩设飞弹高度达4500公里 飞行960公里